到第十四了 這份煮第十四了 我們現在在將聲 來歡迎我們菜的物種 為我們再次慈悲 一 在 五、二、三、七、六、三 來 五、三、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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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各位請來請 大家晚安 晚安 今天晚上,我們在錄箱 來研究行間 這個依問品 後面的這個無相縱 後面的這個無相縱 從對於我們在家修行的一個開示 所以說於白羊這個時期 道江這個佛哉 這個 我們在家修行 是剛好對六祖的這個無相縱的記憶 也有很大的啟示 所以在家修行 其實 我們在家修行 佛哉今天要靠心 要再成不然成 雖然我們生沒有出家 可是我們心沒有出家 所以說我們今天白羊 演練 天師 我們都沾光 能夠得到祝福清傳的真理天道 所以我們要靈語實修 那我們今天看這個 六祖 這個 我們享受 給我們 很多的指示 那我們來看看 上一次是講到哪裡 分則孝領部 分則孝領部 再過來是一則上下相領 是這一句 對 好我們從頭開始 一則上下相領 所以修道 洪主講 忍義 這個義很重要 忍那是心 義就是路 所以說我們 在大家相處在一起 就要有義的結合 義的結合 所以在團體之間 那每在無理起鬧 我們大家都是要 大家互相對待 就是要有情有義 所謂義則上下相領 簡單的意思 就是知道這個義 它是指上下 能夠 互相體系 互相同志 這個就是義 這義如果能夠守住這個義 就能夠上跟下 就能夠相領 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能夠 在團體之間 知道相處之間 要知道義 人與人 或者是家庭 社會 都是一樣 或者是在工作上 職場上 我們能夠在一起 有這個因緣 能夠在一起 就是要能夠有這個義 所以說 知道義的人 便能夠上 長者的意思 能夠什麼 意思說 長者跟相 相是晚別 能夠相連 相連的意思就是 互相的體系 互相的福祉 所以說 義則上下相連的 它是說 知義人 便能 上跟下 就是 長者 或者是晚別 前前 或者是後學 都能夠 互相的體系 互相的幫忙 互相的福祉 互相的合作 就是義則而而上下相連 所以我們今天 與團隊一起去修 就是要共結這個義 義 義就是義力 義就是離手當為 才是義 我們的行為 都離手當為 做我們應該做 所以這個義也是 義也是無所對待的 這個義也是無所對待的 無對待的 這個義是十多人 應該做的 無所求的 應該付出就要付出 它是全然天理 它是一種靈靈之心 譬如說我們 中途中心 我們 幫忙辦人 那個靈靈之心 那就是天理的流動 不如他們說我們 做這個事情 要得到什麼 沒有 尤其我們普通眾生 也是我們的責任 這是義無的 這個義 義與義無 所以眾生 很難能把握 這個有義的靈節 所以這個義就是 我們的靈靈的角色 所以我們做事情 裡面 我們都不夠為為為天理 所以一個修行者 不肯拜義以求生 我們若是為本的這個義 能夠侯面 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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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舍身辦道 也是這個意思 所以說 禮精臨 禮無完結 這是我們 天負我們的責任 這個義 也是一種使命 該我們去做了 我們就 沒有第二次發 所以這個義 我們如果這個義 他表現出來就是 先功後勢 先大後小 而且做完事情 會心安理得 所以說 在倫理裡面 孔子也有講過 今子之於天下也 無敵也 無謀也 為義之以敵 是 比一天 超越 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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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 六分 三分 我們要做一個君主 他這個立足的天下之間 做什麼事情 君主治於天下 天下之間的天下之間 做什麼事情 以什麼為標準 所以無標準 無一點愛這樣之間 無一點說不是這樣之間 這個第一就是合適 這個謀言是不要 不願意 不為了說願意這樣之間 才是說我一直愛這樣之間 沒有 所以它的標準是什麼 為意志以筆 就是基於做標準 不一定說我一定愛這樣之間 還是不一定愛這樣之間 為意志以筆 所以今天要天意筆用心 應開做的不為為天理的 這就是意義 所以它就是說人心要學天心 這就是天人學你 所以人家說人之閒事 不問虔誠 既不惜人之 也不惜報仇 更不計生死得失之望 只要益之守治 必當監守原則 結成以復 這個就是大地的表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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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 所以我們今天 人生啊 為人此事 待人接活 在生活當中啊 就是要忍著這個原則 所以我們人之賢事 就是說我們在行為,我們在做事 我們在做什麼事 我們的行為、賢事和賢事 不問前程 就是不求一個什麼 只問更言不問說 所以不需要人之 也不需要報仇 更不計生死得失之犯 犯得人家有犯 犯得犯事 只要本著什麼 意之所至 必當堅守原則的皆正乎 所以我們今天去 我們辦宣書 這就是辦宣書 這就是一心無理性 這些本質是這個意 所以這個意義 所以這個意義不能违背 所以這個意義是公義 所以我們跟你說 儀甲、儀甲、儀甲 這個主要付出 這個主求付出啊 不求回報 所以我們想到這個意義 所以我們想到這個意義 要像冠聖地說的 要儀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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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甲 意義甲、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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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當天生命定 無意義的理性 我們也是要好好體驗 如果無意義的事情我們要做 做事情要有意義 什麼叫做有意義 當做時要當做叫做有意義 這個叫做義 恰到無意義 如果無時要當做 你去當做 這樣就不恰到 所以這個人的需要當做 我們官方出色就是這樣 混亂的情 當成人家 我們的意義就出來了 像我們這個會在裡面 或是一些受災的災難的地區 我們不可以幫忙去幫忙 不然這個人跟我們對立完事 那不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就是 阿多人就是這樣 要有靈敏之心 這就是他 所以說上下要相連 所以他去社會來報的時候 就是做長官的人 做官長的人 做小民的人 愛民主主 如果做野民的人 就是小民的 他就是小 所以我們做人的 這個後學 還是小民 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做小民的頂門 現在就是要他老百姓 要是一頂門 那如果做老百姓的人 也做野家小的人 就要如意須其復胸 初要須其掌杖 就是要 我們在裡面 我們就要 要競愛自己的老百姓 還是兄弟 出外就是 要競往我們的中相 長長 要有大 要有時大 那會感覺 做野家小的人 就是 就是說 我們做貝賢的人 做下的人 要為國盡忠 為職盡責 要親起上 要視起長 做小民的人 一定要疼小野家的 上面的要體系下面 要體諒下面 下面的要體系上面 那麼 在我們道庭裡面 來講 就是 尖肥跟幸福 還是上下 上是代表前嫌 下是代表後嫌 關西 所以 尖肥不幸福 應該要靈敏跟愛 這個叫做慈悲 要靈敏跟愛護之心 這個就是 這上面的人 要靈敏跟愛護之心 要靈敏跟愛護之心 所以說 這款的力量 這是做前人的一個天責 他最愛護之心 做向那個人 應當地 體貼前人的苦心 體貼前人的一個長錢 做最愛護之心 做得更要靈敏 所以可以做到阿貞以前 叫做崇尚之下 叫做尊前提侯 這個人比十五條 幾年內這都不夠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秩序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秩序 所謂的乾爲之心 要靈敏跟我們的淺淺 做一個淺淺的人 要聽哨的就是 這就是什麼 意義就是上下相憐的意思 所以我們的土地 大家兄弟 以白羊的國債當中的修行 我們大家時就是 一定要遵守 所以說大家都是什麼 大家都是一母之子一師之徒 都是義的結合 大家都是義母在道庭裡面 不要爭 這就是我們俗祖在講的 就是義祭上那上的 好 再來下面的一句 讓則尊卑和母 所以在財家心裡面 這個讓也很重要 所以意思就是說讓則尊卑和母 能復相禮讓 尊長就是雄 尊就是尊長 所以這個尊就是長輩 這個尊就是晚輩 所以能復相來禮讓尊長 就是長輩還有下屎之間 必然能夠和母相處 所以這個讓也有悲己尊仁之義 這個尊長輩的尊長輩 這個尊長輩的尊長輩 這個尊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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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尊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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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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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尊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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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говорил 如果這個尊長輩 那個尊長輩 所以有時候 不要說 要是有什麼功能 要是有些勞 describes такого いない 耶 有什麽功勞 都是我的 所以你看 虎之冥王嘛 你看 如果要逮捕就很騙啊 太妙耶 那現在要爭得不得了 什麽事情都不夠用爭的 爭得來了嗎 不可憐 所以說 這個讓很不容易喔 你如果讓人家 仙人或其啊 有時候要不夠力 大家都情投錢 都爬爬爬爬 所以喔 仙人啊 法郎主義 法郎主義 我們自己拜給他們 所以你看 現在的人啊 什麽都不排隊 不照順際來 大家都要爭先口誤 喔 遇到這本男的心 沒得想 所以這個 有心無心的單身啊 都爭爬爬爬爬啊 所以仙人或其啊 就這叫爭 爭的是修行者的美德啊 那如果翻桌回來的就是爭 現在人很奇怪 該爭就不爭,該爭就不爭 這個就叫莫名其妙 所以以前仇章在問這個文宗旨 問他說,君子有爭物 君子有爭物嗎?君子有爭物嗎? 文宗旨他就說,有 要求財政,建議爭辣 財政,建議爭辣 爭主! 百中央建議爭辣 文藝正當 有利用的人 有空的料理 所以這本人有利用 只顧過一切 利跟害是一體兩面的東西 修閒的是什麼 文藝真偽 聽到文藝的大家 這個叫什麼 當然不讓 是不是 真偽 真偽 以異為例 不會見異望 所以說 文藝 就真偽 那麼有不善真偽 我們有不善 有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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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很好 真偽 不要跟別人說 別說別人說 我們知道的是真偽 不要死不敢 這個是很大的法 所以 所以老主說 聖人之道 是為而不爭 天地之道 天地之道 什麼利用不善 聖人之道 是很仔細為而不爭 所以我們做上天的行為 在生意就沸住 你只要去做 不要爭 不要 都主管這個 不去做 你爭得到嗎 聖人 聖人就能夠體會 這個唯有不爭得到你 所以以其不爭 就是 顧天下莫人已之爭 所以他不敢安靜 所以天下就不敢改善 所以告訴我 我們賣賣人之爭 那才是真的得到 你也想得到的話 放得放肆 那結果呢 反而是爭不到 所以說 這個爭 一方面就是 所以我們聖徒裡面 是道庭裡的時候 不可以爭光拔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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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道庭的軟弓 太多 如果爭光拔弓 不可以爭光拔弓 這樣是爭光拔弓 反而是要留個疑地 這裡團體就是 一家人一樣 所以 這個彭承俄 他也做一篇 一篇這個同性 他說 中兇有地西必敬修 天然淪系自昏明 席中勿讓胸肌上 路上應該必獲平 九十西先公長子 獲彩莫起 獲彩莫起相爭 純純肥辱 無他意 嚴肆同胞共辱人 這個是彭承俄的一個同性 在這裡 二十八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五 一二十七 二十七 三十七 好 谢谢大家 用胸油壁膝而壁健修 天倫倫系祝婚姻 做胸長的人要擁愛自己的弟弟 弟要敬愛自己的胸長 天倫倫系祝婚姻 所以說做家具的人要聽小聲音 做小聲音的人要敬愛自己的胸娘 這是天倫的要穿好文明 要有大有寫 所以我們道庭你說什麼? 尊師重高 崇尚寫者 這不能換 這個摩雲難換 這個天倫這個道庭就敗壁 習宗勿讓胸基上 路上應來敵後行 習宗應該就是要讓他聽 胸長要在他的胸臉 如果路上一走的時候 生意要走後來 九十新鮮奉長者 後才切莫其相爭 如果有九十的話 一定要想中養我們自己的長輩 如果有負責人去上前要少年 所以我們在這裡的分財三七節 大家這樣相殺 大家這裡不如 都在這裡為了負財 財負責的位 所以他說純純匪主無胎 原是同胞共辱人 他說這樣尊尊的教為我們 教為他的祖孫 沒有別的意思 一家人在這裡 是同胞共辱人 都是同胞羞 感謝老父的念 會贏在他 所以還有什麼好爭的呢? 所以人家跟我們說 這個長輩 這個德非常重要 那麼在孔子的家裡裡面 我們有去看的我們就知道 有這個吾內兩國 這麼多是什麼? 這是兩個國家 蘇提的經條是怎樣 這個是獨裏嗎? 這是獨裏 裏喔 裏喔 這是獨裏 裏喔 裏喔 這國也不獨裏 這兩國的國間 一位兩國在爭田耳朔 連連不解啊 這是兩個小國家啦 那兩個國軍喔 都成那個土地嗎? 啊大家都這樣看 這樣最真得真正中 幾個人都不解決 我們一天 他們進兩國的國軍 大家兩個好上超上 這樣啦 說師父真理 是一個人家的人家 合法 之之啊 我們兩個 哪會不要我們請教這個文龍和施裏 哪會請教這個問題 要請教這個問題 不解 便利 如果持健則 更則讓患 但是一秒到精料的土地裡 看到更則讓患 就是說 你做生日 那個判就是什麼 摻花 摻花都不會說 我記得他磨一頓 你磨一頓 那些摻花好料料 那個都會想 說這條摻花 都會收入 你看 連那個就會讓人去啊 說什麼行走讓人 在路上走人 大家都會收入 至奇草 四讓大夫 他在那個標寶寫裡面 看到那個書會去讓大夫 大夫會去讓讓一千 一支一支 都會收入 這個愚蕊兩國的國際 看到這個經驗 他討著大夫說 他說 無差的小人 他說 我們兩人都是少年 我們不是大人 我們實在是少年 少年的人 不可以入金子之潮 少年的人的時候 是在建築 不可以在一個公主的一個條件 就是說 今天這個 真條文王的草庭 你看到這個情形 是很建築的 所以喔 在住相宜而退 所以大家想想想 建築 都知道嗎 對 不敢去建築 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 你如果去建築的時候 都會建築 所以就覺得 我們兩國 縮尖的柴 叫做鹹田 什麼叫鹹田 鹹田就是什麼 空地 坑坑的柴裡 那是一片空地 所以說你建築 不是說很露煙的柴 那是鹹田 要建築在那裡 所以孔子齁 這麼說 孔子告訴你 在孔子才說 以此知文王之道 所以你就知道說 文王有多 文王有多 你沒辦法自己建築 不利用耳從 不教耳聽 自已在 他說文王在康圓圓圓 家世都很有獎勵 不用教大家 大家的時候 都會順著 文王的柴 腳踢實在是一支枯 你知道嗎 文王的柴 你去甘董 余瑞兩個國的國金 為著鹹田 增田德壽 連連一桌 到文王那裡 這麼建築 你看看文王的地方好 所以你看看 有德者 絕對不會跟人家爭 跟人家爭 所以這就是 我們學徒來劣 這就是要禮後禮讓 這個讓很重要 讓者 尊悲和睦 上下 就和和氣心 如果禮少年 會嫁到 會興奮 我告訴你 這做的事情也沒說完 所以說 所以說 如果我們想跟人家爭 爭 爭 爭的上天的事情 你爭不到 爭那個呢 不應該爭 所以我以前 汪少廷教授 講過一句話 不爭 地面世俗年婦貴 我們所要爭的事實上 萬有鮮活 所以說 人爭一口氣 要成這個 活爭一炷香啊 不要爭人世間 榮華富貴啊 這個一口氣 不然就來生了 你都爭不到 好 然後再下面一句 忍則眾惡無宣 這不是由人家爭 這不是由人家爭的 這個人家爭 就是人家爭 人家爭 所以 相當人家爭 如果說 一趴無名婦貴 人家爭 人家爭 做人 十一高位姓女 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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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這樣做,為什麼你不會這樣做? 這老鼠一定要變髒 以自己的標準來承認同一個 不會降低標準 所以自以為死 怎麼會有忍賭心呢? 所以這個忍很重要 忍者忍耐 忍賭啊 做什麼事情要有耐的苦心 沒辦法而為 沒耐心就沒行心 那如果心不像我 來高貞三國的時候 喔!你負責忍賭 你以為我早以前 四驚無雄還在五百年 忍賭財忍賭 忍賭忍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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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啊 所以要弘法立生 要難忍能忍啊 難行能行啊 但願眾生得理苦 不為自己來求安樂 所以這個忍很重要 你一人的話 忍賭無仙啊 什麼這叫忍賭? 忍賭的一樣 所有的惡人啊 不好的人 叫忍賭人 無仙 這個仙有仙華 就是口吐 口吐 口不吐性格之言啊 說那個盧正經的話 叫做喧嘩 喧嘩 喧嘩 說無仙齊鬧的意思 無仙間 無實財 口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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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口吐 口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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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有一句話在說 凡事的人為高 人就是高 得到人來喔 真的是高 你看到洪趙泰 洪山都沒問題 洪天窮也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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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忍下來又不簡單 所以說 你如果忍天下人的偉伴 或將來有一天 你必能夠得到天下人的佔慾 總有一天會聯繫 能忍的人 必有容量 可看破世間的假象 所以現在的人就是有道理 無法人的人是在叫政治不互聯 所以能忍的人必有容量 能容乃大 無益則干 你能夠容下天下人的偉伴 你能夠承受 那麼將來一定得到天下人的佔慾 所以能忍的人的人就是有容量 那就是有法法的世間 就是一個假象 他不給你當真 所以能夠測透一切的人 因緣假象 不當真 不動怒 不起心 不動怒 未來 我就順受 未來 我就順受 紀元的紀律就是什麼 未來 你就騙來的時候呢 你能夠順受嗎 所以說 這個人 是電影的前方變 你說要有困難嗎 這個電影的前景 要不要忍掉 所以能夠忍主啊 所以能夠忍主啊 你才有困難 所以忍主是呢 是紀元的前方變 所以我們的老祖書齁 我們的法文就是 我們來問你 看我們老祖書 老祖書 笑意味的 老祖書 笑意味的 老祖書 笑意味的 這都表意的法項 我們今天去是年齡的法文 年齡的道順 我們就要考慮 年齡的前行 所以年齡是年齡的 化身千霸焉 息息息息淫 息息淫足不顯 所以我們有 迷樂的家伙 技工的精神 所以你而看老祖書 大陸能容了解人間多少事啊 持言長效 孝敬 我們要有這種得諒 我們要有這種得諒 人家的就是佳佛陀 你要大愛福度 你沒有氣功的精神 還有老祖書的這種得諒 得諒的神 怎麼能夠福度眾生 怎麼能夠承擔 三朝福度的這個聖事 不是那麼單純耶 也不是那麼順利耶 要不要忍辱 這個是菩薩道 一個菩薩的人要這個境界 所以說 孟子也有三環 愛人不欺要反其人 愛人不欺要反其人 智人不智要反其智 理人不達到反其境 賢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其身正 而天下歸失 這是孟子講的 所以喔 人家最難禁敗 最難禁敗 我們就最難禁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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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反求諸己 這是給騙來啊 你不要怪人啊 反觀自己 所以我們都常常推別人 怪別人 修道喔 一切都是在記憶自己 在提升自己 愛人不欺反其人 我們對人喔 愛人啊 可是反而得到人不欺 我們要自己反其人 我們的心是真的有一個人力 智人不智反其智 我們要抵抵這個人 要抵抵這個國家 要管理這個人 怎麼會不會好事 就是我們沒有理由 我們繼續農事 我們要抵抵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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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抵抵 不要怪別人啊 你這窮人沒有怪自己過 這樣就不會提升了 理人不達反其智 理人不達 所以我告訴你 我們對人做無欺 可是呢 得不到人家的一個恭敬 所以我們思思確決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做不夠 我們做不夠 我們做不夠 這個順得就是智德 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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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苟無智德 智道不靈驗 所以這個順不容易 活法裡面講的 那橫順中生 隨順陰臉 隨順陰臉 你不順的話 那 修道理念 就考驗來了 所以修道要能夠 平常心 不變在隨眼 隨眼當中也不變 那你從人當中 就體會到一定有難 不如不動 才會跟你的自性相應 所以這個人 是有敬虐的 是有對待 在這個世界當中裡面 去體會 才能夠領悟到 修行的功夫 孔子的說 小不仁責到大王 一些事情 你害怕的是什麼 人不領悟到 一般無人會 去年少萬里的功夫 心情諸佛 怎麼 屬於瞭言 佛家 六度裡面有的 真正光明 真正會到美安 真正不好生的 所以說能忍住的人 就沒有稱慰的心了 一等人才有的心 就沒有那個親愛心 真正是天董 生氣 貪真吃啊 這個稱慰稱恨 由稱慰稱恨 我們人為人 憑你為人為我 會記恨 所以憤跟恨 有時候連接在心結就是怎樣 所以有時候 到憤了多久就可以了 不要再恨 有的人 發脾氣發 發誓之後 就沒事了 有的人會記心 記在心上 所以修行 真的這個心不好修 這是喜心動力的當下 會產生莫名其妙的事情不來 可是到收拾就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可以忍住的人 就有親吻心 既然有親吻心 就會心平氣和啊 如果這樣 這個宣能忍則 這個宣自然就平行啊 這個宣自然就平行啊 就不會嘛 宣啊 宣就是怎樣 宣我吵鬧啊 那就是怎樣 憤怒就這樣 你一句來我一句平 就宣滑 道場是要清靜的 忍忍就這樣 心平氣 講話也是怎樣 所以那個氣也重要 不要去傷到我們家 所以 學徒來練習之心 那那個態度 那個以氣 在人家中間來練習之心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的人啊 講話就忽略這個 所以人家說 理直氣不要太誇張 理直氣要合 這個仙魔一載之心 這樣 我們在福建裡面 有一個寒散和實力 實力 如果你問這個寒散 實德是誰來轉世的 實德就是土神土雜 那哪有寒散呢 那哪有寒散 還有一個什麼 風乾國殊 這個是什麼 阿弥國 所以這個實力和寒散 這個時候都不見 這在世間人間 有很多 我們去聽 所以寒散是很有名 有時候去看看 對你修行 會領悟到一個佛法 所以實力和寒散 有一天說實力去問寒散 說若有人欺我 伴我 諸我 欺我 我應如何阿 寒散就跟他說 你只是要認他 買他 給他 避他 不管他 再過幾年 就能去看看他 所以喔 修行人就是又是混淆的 所以我說 不要 認定可能加多年 能忍就很可能 當然阿 當然阿 在我們人世間 我們大家都知道 求好心切嘛 有時候我們的心情都說 求好心切嘛 還有什麼 為什麼會忍 會憤怒 存不住氣嘛 所以有時候我們做事情 尋過了求好心切 或者是存不住氣啊 這是我們人的無悔嘛 尤其喔 現在的一般的年輕人 這跟年輕人喔 思想是很敏銳啦 可是喔 個性也容易空洞 現在年輕人是不是這樣 輕鬆的時候 就完結了 輕鬆就飆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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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孟子說喔 持其志 不抱其氣啦 修道喔 就是要守這個志 不要抱起氣,所以修讀不要自暴自棄 都是怎樣自己用事 這個就是我們修讀的練習 就是說那一種沒有堅持 然後你看,習性喔 那一步流出來的時候,不一定是無先年修讀 沒有自棄啦 那個其他用在製造,就自棄 沒有自棄 我改不改,我變就變,我避您就避您了 那什麼是自棄 所以分子都持即至物暴即棄 所以在修讀裡面的時候,要堅持我們的肚心 不要我們的事情無邊,把我們作用 在修讀裡面的時候,在修讀裡面的時候 我們的人品格、品格、德性不會提升 所以在做人此事,在生活當中 我們要有耐人、耐事、有耐緩 那才叫做做人此事的能耐 你有這個能耐嗎? 耐人 欸,好像人很囉嗦耶 這人很歡耶 那你也很有耐心才能講耶 是不是要耐人 他要耐飾喔 做事情,這個事情要打感到,要含耐心去做呢 所以,耐人用耐飾 做人此事就這個樣子 有時候這個人 怎麼會這樣打 有時候這個事情 不能關心 是不是 可是我們的個性 都不壞事 有時候 人家說話說 金香如虎笑 你關心做一件事 做就知道 就是說 慢功出氣魔 就是你慢慢去 氣魔念 所以又賣人耐死 又賣完 有時候 人家很煩的事情 人家說 世男是煩輸 煩甘 煩事 煩事 究竟是煩人於事 煩不料 這才有一個難免的經 你奈何了煩嗎 人家說 松薄厚雕於歲行 你要奈何其他的歲行 千多其考驗 所以這個叫做 做人此事的能耐 但是沒有耐心的人 一定無法承受磨練 所以說無耐心的人 絕對無法承受磨練 哪來成就啊 古人不是有一句話嗎 說不接一番寒徹古啊 煙能煤化豬一下 什麼事 什麼事 所以佛經也有一句話來講 說佛道的世男神 菩薩是苦愛的 所以菩薩 他就是苦愛的祀堂 所以做菩薩 他根本就是什麼 寬容 接納的慈悲精神 我們對所有人 對我們有的 多情何惡 苦口欠供 苦心欠供 以及苦行生教 來成全眾生 你也要認耐心 所以喔 你成就別人當中 也就是在成就自己的 這句話是說 忍則重惡如先 好 再來再下兩句 若人撞入其火 依你定生弘臉 這個撞入其火 那怎樣呢 上古書道有一個碎人寺 有一個有朝寺 有朝寺 有朝寺 有一個有朝寺 還有一個什麼 碎人寺 還有無錫寺 神龍寺 那古書的坦平寺 這個碎人寺 是咧 它是交而 戰募其火 這個獨戰 還是獨轉 轉 我現在都忘記了 那獨戰 轉 戰 轉 轉指的轉應該轉 是這個 轉募其火 這個碎人寺 這個碎人寺 就是咧 轉募其火 使東西可以鎖死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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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師 教人工 轉募其火 以前 你吃東西都吃錢 到學員師 教人工 要轉募其火 才可以 有這個 東西 讓火力感出現 這就是一個歷史的文化 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說 所以說 我們在這個 這句金虎 這句話 你可以講 六十五 轉募其火 這個 轉募其火 不然 等一下 你轉看看 你這轉看看 你如果一下子轉募火 我實在 我告訴你 轉募其火 轉募其火 心胸 紅窩 所以說 一隻木頭 不可能生活 當然 以五行來講 說不幸會 不要 不要說不幸會 兩塊 九頭的 兩塊 九頭的摩擦 它會生活 它會生活 那兩塊 差點 你把它摩擦 它會生活 所以有什麼 那些夏天 山頂有時候會有火星山 天氣 如果是過火 還有時候 還會有燃燃 那風這樣 像這樣 算是說 吹吹來吹去 那風吹來吹去 摩擦一下 到了 摩擦到時候 它會有火星山 這是自然的現象 在這裡是 轉募其火 其實 我們人類來講的 在這裡 要可以說 轉募七 不是很害怕 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說 這個轉募七 就是兩木要相應 就是說 兩個四木要相應的時候 要互相摩擦 相應的方式 兩木擦去 摩擦之後 到一個程度 才會生存無法 所以就是相 兩木相應而生 相應 相應 就是相摩擦 摩擦到那個 軟脊的火車 到一個燒到後 燒到結局 會才會出來 所以不知道你說說雖然摩擦 並非一擦即可 不是說隨摩擦都會 必須要長時間才行 所以不容易 所以伍徒也說 他說 譬如鑽火 我們剛才一句話說鑽火 伍徒也說這類似的話 他說 雖然譬如鑽火 兩目要相映 火出目鏡 煙灰灰灰灰灰 不得了 我說這句話 很明顯 任何啟灰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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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 除了 氣味 不會 所以六族一直一句話這樣說 說肉人轉目起火 這句話就是說我們想的 就那些轉目要起火 不是一下子就有火 要經過一段的摩擦 才會生出火花 意思就是說 休息不是一下子就能夠成道的 要長遠的心 想到如果不能成竅 恩賊你拜公先祖 說就三個後的先祖 所以到那裡去到廟 在小林寺裡面的先祖 你還看見那些 他還說土在三日未先祖 想到三日全先祖 寬心情要台習度 更生夜貌才結成火 所以休息不是說 一堆後的先祖 先祖在三大發生起結 所以不是說一堆後的先祖 雖然連續一集可以回到 但是我坦白告訴大家 你今天也不是你這世修罕 理事有人都以理事而言 所以今天第一集 這是迎面前線 所以你要頓路你要建修 所以頓路就進去開火 不管 你的經濟戰爭當時在開火 這是有過程 沒有陰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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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的成就 不是我來的 不是土來的 不是沒有陰謀的 不可能啦 所以有陰闢修行而來 慢慢的累積才有那個功課 所以這句轉目起火 就是欲祝在向人家 收音必須要長遠的心 有轉目起火的困難啦 雖然困難 但是你還是什麼 要有那一種恆心 要一門深入 長久的勳止 所以想到 不可以說一天兩天活在身邊 三天四五天就活在天邊 五天六天都活在四天 那七天八天都活就不見 都要經過謀略人 像轉目起火一樣 福吉安 moral 四天爺 ный 真正 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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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夜 二夜 一夜 感谢观看 讲真心虚似红乎练 真心喔 这需要是红乎 就是说说说说 那个红乎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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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金 白金 环塔妙所谋 这个意思就是 就是你告诉我 大家 即使都有这个 黄金白玉的纸 即使你平时的纸纸很好 有黄金白玉的纸 但是呢 如果不加琢磨 如果不加琢磨 去它堵磨的时候 也不会成功 虽然你会想 给你这个红乎 你会想 你没来想好 没考虑的生活 所以 修道你便要转护 是要磨练 所以说 我们要信念 磨练 所以都要经过 在这修道中 我们都要经过 展展出出的 磨练 那些是 噓 人们把我们捆滚 你看 那些禅宗里面 就是磅磅 磅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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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不咬 你这样不咬 这样不咬 就是磅磅 比如说 你 在你打坐的时候 白金白玉的心 他就给你磅磅 白金怎么会舒服 你如果 那些白金 你怎么会磅磅 那都演过 那你 再折五年 所以就行了 再折五年 所以说 修行的是 要帮这个人家磅磅 帮这个人家磅磅磅 所以一个人 在无礼之前 能够服从 虽然无礼 但是在无礼之前 能够服从 能够这样的话 那么 在真理之前 怎么会抵托呢 不可能 所以 从无礼当中 到真理的受从 看你会不会接受磨练磅磅 这就是 有够的感觉 所以修到的是一天两天 就经过磨练磅 就能转入你的轻磅磅磅 你智慧的火花 在产生出来不太难了 所以 要修行不行 要不断地修 不断地磨擦 终有一天 必能明心见尖 所以修行 不断地修行 虽然一时 我们还没有火 要说那火要流出来 但是 只要我们自成无锡 总有一天 会有出火的一天 那火会出来了 就是能够出转入其火的话 所以 如果这句话说转入其火的话 就果不其然的 为什么 乌尼 乌尼变成无红莲 只要你如果说转入其火的话 终有一天 乌尼会变成无红莲 什么 乌尼是哪 這個陰影就是水底下這個黑黑的垃圾爛爛爛爛爛 你看看 不但是黑色色 黑色的炒 那個最肥的麵 對不對 所以那個錯位是錯得不得了 所以這個陰影就是錯的無明 但是喔 極限一生的麵花 邊緣清香 結晶 所以特別的清香 所以說到深圳裡面 我們就是在這個烏尼當中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人在廢物裡面 生出的蓮花 蓮花錢 這個心臟喔 叫你說 宅殿 不良殿啦 所以在這個煩惱頂色中 我們在這個心臟 實在是不容易 我們才知道 煩惱就是無明 對 煩惱就是無明的 對 煩惱的無明一中啊 會生就苦了 我們能夠生啊 能夠轉圍入聖啊 所以你如果轉起身體 你永遠在青年之中啊 那你就是無明的為之罷啊 所以你這樣做在這裡跟你說 做人轉目其佛 如果你真的照這樣做的話 一定會下定著這句話 依你一定是無明 在煩惱的城市中 你能夠不被成成人所擾嗎 如果這樣的話呢 煩惱的無明中 絕對的先生是無難做的 這句話是在煩惱的 無法在煩惱 不理煩惱的家 理世的丟為我 用無盡討厭 無法煩惱的事 煩惱就是無難 四驚祖高經濕的高年無難 是這中心的煩惱 了解煩惱的事 所以我們怎麼說說 出世容易啊 出世容易入世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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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在煩惱由於出世難 就是這句話嗎 在煩惱由於出世難 出世容易入世難 出世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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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你要出雞,在雞容易,在世間做中心比較簡單 但是你要出這個雞沒用 出雞容易出生人,所以很多人出雞有才會出生 出家的人很多,真的能夠出事嗎? 一聊百聊嗎? 這個看休閒的人,你有沒有那個智慧 所以我們今天也一樣,我們去到雞,在雞容易收到來 我們今天在雞,不收,不收,不收到去,不收到來 所以我們才說,在家修,不用意 所以為什麼說,英語一定算宏廉? 在家修,煩惱一塊塊,跨海一塊塊 所以我們以前就說,什麼叫做出家? 出家,出家就是連底代書在那裡 要割什麼? 這種ır家 要割什麼 要割什麼 也就是說 白川 希望 這個就是連 appelle之靈啊 因為我們是為一個人學會 céu 你不要從割掉陳勞之法 用這個門子掛掉 什麼門子 陳勞 什麼叫做陳勞 我叫的丁就有 丁就是丁 色身相背出的這個六臣 我們都是丁在外界 陳見 這個丁就是見 左這個見 這個陳勞 家庭啊 我們都為了這個界別的辛勞 混合照 你能夠割掉 都會是個王啊 我們都不會把他放掉 你這二歸的 救援機會啊 才會肯定真正的 真欠愛色 所以我們都會有很多掛的 牽扯 所以說到為什麼叫我們啊 佛經裡面講 要能夠看好 再來就是放掉 你能夠對人世間的事情 看淡一些 你的智慧就會增減一分 你對人世間的一切 能夠放得下 你就會在人世間 多得一分的福德 這個叫做不會放掉 所以我們在北洋的深度 開始不一樣 家庭的一種難內的精 所以我們如果想要做得跟我們主題 若能撞目其虎 所以他這個人世間的內地先 用這個課要用這個主法 他這個人世間的內地先 攝攝攝攝攝攝 所以我們跟你說 揮霍的概念 是這個意思 揮霍的這位 揮霍的地方 有多就做年齡 在這個世間就是可以做太難 這個呢 轉大法輪 所以說 煩惚秋轉 所以各位會煩惱很後悔 所以這幾個月告訴我 想到如果想要撞到困難 就要親情轉入其火的一個志氣 堅持 雖然在巫城巫泥的城市中 一定能生出廟蓮花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偏往一句話這樣說 說每一長丸時 蓮花生一年 西之環繞處 勿得及不離 謝謝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意藏在哪里呢 藏在玩石之中 莲花生意物影之中 所以你就知道 环瑙处就是土地 世尊环瑙处 物德又是土地 所以喔 世間环都是环瑙 讓我們出界的生心 這些都是奇心動念 都是环瑙的造力 所以我們想到要能夠轉 所以人家說佛里開蓮花 貴在威延威 可謂是之稀有啊 所以這個貴貼的災燃 這個貴是代表什麼的 煩惱 不聽 tarker 可以說話又說 風耳昏昏夸 像是幾天 被相傻 在准平 所以煩惱就是像對 Hermos 要看着那些煩惱就是 咦如果演出這種煩惱 上宗人現在開電話 這是世間的優惠 你的生徒的經歸這樣來 所以我們要知道這是優惠 我們三代人要帶你去的優惠 所以說在地而賢禪 稀有亦無事 這句話是這個樣子 我們要來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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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所以我們在歸替裡面的女人為 可謂是稀有 就像世安裡面 淨淨淨淨 在意而形成 稀有意如是 在這個欲裡面 我當然會形成這個詳 也是稀有如是 所以這個禪的是什麼? 禪就是一種禁禮 叫你要禁 從烈心來烈心來要請禁 詳就是請禁 詳詳就是心奉還可以請禁 那就是關照 關自在的屠上 才能到行僧或是噴都命或是 才照見裡面結構 才能夠度一切的苦惡 如果不能關照的話 太多多 噴露集心 散寒集心 這個不算對 如果沒有禁止 如果沒有禁止就沒有禁止 這個不可以改革就沒有禁止 所以這才是一個禁止 我們這個神父 一個禁止在裡面 所以說我們來要有禁止 我們有所求 可是我們能行禪 在這個欲望裡面的類型 我們小時候可惡 可以行助作惡 能不能夠 不會被外戶所迷惑 所以在這個妖怪裡 我們可以行這個詳 也不敢當 請問那個陶英明 你看 節乎在人境 而有車馬宣 問今何能耳 這個心言 立志言 所以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媒婚裡面裡面 你能夠擁有擁有擁有 所以外離向這個禁止 心不亂就是定 所以行助作惡都在我的店中 那正佛經也有幾句話在說 那且常在念 無有不定屬 這個廟前店 楞嚴大店 盛現得很遠 無有不念屬 我們的族群無有不動 所以我們在念之在之 在此不染成 對中的生心 那就是誰 不會被外戶所牽引 你在境界裡面 我們都不會離死掉 所以說 無有不死 惡勒時鐘 都是在我們的店舖 想到就是誰 無理由 我們本性的不動 王崗祖祖祖說一句話 他說 愛無無難愛禪 千年來時若無言 禪電若在熱道場 世面皆佛也不生煙 若能達到這個境界 紅蓮就會生年化了 紅蓮就已經生病了 這個王崗祖祖祖 就是他 內意萬無難主持 好 谢谢大家 你说爱王如蓝啊 这个爱的王啊 没有啊 没有没有一个蓝甘的杂料 就是说没有什么味道杂料 可是这个爱也不会传到我们 我们世间有疼爱的心哦 就是这个贪爱的心不好修啊 我们是爱啊 所以今天来世间五十岁月来一拜 爱来啊 所以哦 该走了你要继续走啊 叫你不要来你要来 那该走了你不走 人类奇怪啊 千年来时若无言 所以有经济 照这一年来的时候呢 但是呢 修道要无言大失 所以修道是呢 无情才能够赌有情吗 菩萨才是最无情的 不过无情就是真情 那这些康也太多一吨啊 所以哦 就有疑爱有鬼 所以修道为什么要放弃啊 康康兵临太多啊 白鸟鸟呢 能够出离三戒吗 打你嘛 打你嘛 打你再有关的 那世间都没了 这些康兵临太多了 禅地也坐在一座浪传啊 世面接火 你也不会生烟啊 你也如如不动啊 你的心肝在内心上 不情心动力啊 虽然你的心肝在内心上 可以说接火了 但是你也不会生烟 你怎么对我喂就对了 如如不动啊 你连天都没有看到 好了 我们今天九点半 就讲到这里 好 好 一 五 十 十 十